今年4月23号出生的路易小王子在自己即将满三个月之际 星期一下午时分在伦敦历史最悠久的宫殿 圣詹姆斯宫皇家教堂受洗 凯特王妃一袭白色洋装 手里抱着身穿奶黄色洗礼袍的路易现身教堂 小王子熟睡在母亲的怀中 威廉王子则是一身蓝色套装 双手各自拖着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 整个仪式游上公会坎特布里大主教威尔比主持 值得议题的是路易小王子受洗当天 正好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订婚纪念日 但其实这两位皇室成员为客出席的真正原因并非为了庆祝 而是正积极为来临星期五 即将在温莎古堡接待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筹备工作而忙碌 由于这是路易小王子 首次在出生当天以外的场合正式公开亮相 加上威廉王子一家五口难得同框 因此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聚集在教堂外 一睹皇室成员的风采非常热闹 据悉威廉夫妇已为小王子分别挑选教父教母各三位 六人当中包括皇室人员 有人和家人 NTT7综合报道